如果不是SS86系列 官方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想起这位老哥 今日分享变形金刚电影工作室系列 SS86 22号 地级别 大汉 很多玩家都在凑的经典线方舟十八子 终于又来了一位 包装方面一带而过 反正现在的包装也已经没有了回合功能 内包背景板部分正是被袭击的博派飞船 大汉同学也同样是在这个场景英勇牺牲 身形方面 大汉本身就是一个小个子无短身材 这款玩具倒是将这一特点表现得蛮到位 头雕部分本身就是一个钢盔头的大叔脸 倒也没啥好说 前胸的结构和头部后方的板子很有个人特点 涂装方面在如今的D级别中 用的也算是相对较多的一款 背包的厚度对于D级别来说 好像也无可厚非 让我可惜的是 背包的位置好像还是有点靠下 另外好像肩部的位置也有些稍微靠下 而双腿的造型一看就是真实结构 虽然会略微影响还原度 但也不能算是缺点 身高方面大约12公分 和地出擎天柱对比 可以看出确实是身材较矮的一类 重量方面接近80克 算是用料满足 可动方面 头部转动会受到后方板子的限制 但也有45度左右 手臂根部是球形关节 平举是标准90度 转动和上举也没有受到任何干涉 上臂平转能够一周 曲肘虽然是单关节 但也远超90度 不过手腕部分并没有任何转动 腰部转动能够一周 腿部前踢是标准90度 后摆会受到背包干涉 只有45度 双腿侧皮倒是能超过一字马 大腿根部的平转也毫无问题 膝部弯曲则略微小于90度 脚腕的向内接地非常不错 而由于变形结构 脚掌和脚跟还可以向下翻折90度 整体可动算不上特别好 但好像也已经够用 手感方面 关节的松紧度适中都还不错 令人担心的球形关节部分 也并不松垮 武器配件部分 只有一把塑料原色的小枪 虽然这是原设定 但我一直感觉 这么能打的大汉 武器设定的小了点 平时小枪也可以插接在背后的轮胎中央 这个收纳方式中规中矩 也没太多好说 值得一提的是 背包上的轮胎其实也可以拆掉 不过把个轮胎拿在手中 好像也确实没啥用 我也尝试了把它和枪组在一起 效果也很搞笑 那么开始来将大汉变形 首先把背包的外层外拉 松开插栓 再将外层沿双关节折叠向后翻平 然后将腰部整体旋转180度 松开前胸部分向前翻平 再将头部旋转180度 松开手臂根部连接感的定位 向下翻折180度 再保持连接感不动 将手臂本身向下翻折180度 再将小臂部分向内旋转90度 双手则向后翻折90度收起 再将身体两侧的盖板 向后翻折180度 捏合两侧对齐插接上臂之间的插栓 再将小臂之间也通过插栓插紧 将头部后方的盖板 沿轴旋转180度 再将前胸部分重新翻回原位 将双腿向两侧分开 腾出一定空间 将脚跟和脚尖向下捏合在一起 再松开小腿内侧的插栓 沿双关节向下拉直 现在将大腿内收 对齐插接拳头上的插栓 这个地方其实不能插紧 只起到定位作用 然后将两侧的一长条 向上翻折180度 对齐并插接肩部两侧插栓 车头两侧也同样要对齐插接 现在将车尾部分下盖 插接下方的两侧 最后将车辆后方的盖板 下翻180度 盖板内侧也有两处卡位 需要对齐插接 大汉的伪装形态原型 是一辆路虎防卫者四驱车 当然86系列还是以还原动画为准 车型的显实程度会相对有限 不过车头部分的涂装相当华丽 车窗上的雨刷器也有表现 虽然车身侧面 由于变形结构会多少有点穿帮 但车尾的油桶和车顶上的备胎 也算还原的够意思 车形态的长度只有9公分 算是相当迷你 但是推车滚动方面 会有些时零时不零 这倒不是因为底盘太低容易挂地 而是有部分轮胎 偶尔会转得不太顺畅 武器的搭载和人形态 其实是同一位置 到此为止 车辆形态也就没有更多可了之处 总的来说 这款大汉虽然设计没有太多惊喜 但也没有明显的缺点 毕竟大汉是方舟十八子之一 表现的中规中矩 我就已经可以接受 最后视频制作不易 我也需要升级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麻烦动用小手 点赞关注投币转发 最好是一键三连 我这里谢谢各位